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来研习第四章还有第五章 这两章都比较短 但含义都很深 尤其是第五章 被误解得很严重 好 我们现在来从第四章开始 这一章有两个重点 现在邀请大家一起来 把经文还有注解朗诵一遍 好 起 第四章 道为万物之人 道从而勇之或不宜 愿其是万物之中 正其对 见其分 何其光 同其成 战其是或存 无不知谁之子 向命之先 在经文这一部分 中间一段有把它划线 划掉 因为照正常情况来讲 这一段它是在其他的章节里面 不属于这一章 也就是错简 然后放在这边的 所以原则上 这个是可以不用读 也不用翻译 因为它是在其他章节 好 这一章主要是要告诉我们 道是什么 道 到底是什么 好 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朗诵 白话解释 好 起 第四章 白话解释 道 宇宙本地 空武 呈现空军的状态 但却充满无数尽的巨大能量 那是用不尽的 道 这是经文前半的解释 我们先来讲解一下 后半还有另外一点 这一章进一步的再告诉我们 道是什么 道是什么 也就是跟前面的第一章再呼应 然后继续再补充说明 你看这里的经文 前面讲的道冲 这个冲就是空虚 也就是在描述宇宙的本体 用的名称是 虽然是冲这个字 但它的意思就是 道 它是空虚的 虽然空虚 但是呢 它里面却蕴藏无穷尽的能量 前面第一章有讲过 现在再把它复习一遍 再了解一下 因为在那个空武里面 它却含长巨大的能源 有的是显像出来的能 有的是更大的比例是 为显像出来的 所谓的暗能源 暗物质 而职能互换呢 它自然的 有很多的能量 它自然就会转换出 维系的粒子 然后从维系的粒子 再转换成原子分子 形成所有的物质 所以大家从这里去了解 道 原来它就是一切万有的总源头 前面这几页就是在补充 让大家进一步了解 宇宙本体空无 它就是一切万有的总源头 包括所有的日月星辰 银河系 太阳系 全部都是由到演化出来 有是指什么 这个前面在第一章里面 已经有解析过了 这是让大家再了解一下 原来宇宙本体空无 然后它因缘形成的时候 从能源转换成为物质 然后这些物质形成出来之后 就有形形色色的银河系 太阳系 还有万物 当有了太阳系之后 它又成为万物之母 上一节也提过 天父就是太阳虚空 地母就是大地流水空气 你要称它为后土也可以 因为有天地父母化育万物 养育子女 所以我们才能够存活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延续 所以要知道 你我他 我们所有人的生命 都是天地父母在化育 在养育 这一点大家要好好深入去体会 并不是否定我们家中的父母 我们家中的父母 对我们有养育之恩 一样我有生育我的父母 但我们要更进一步去探讨到 我们所有人类 包括我们所有的祖先 我们所有的众生 所有人类 我们生命的源头来自哪里 比如说你要探讨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这个问题 鸡生蛋蛋生鸡 现在有没有答案 有没有 你说你科学家很厉害 你这个问题你能够解开吗 所以如果你光只是在鸡跟蛋在那里探讨 到底是哪个仙 你从这个现象鸡跟蛋里面要去探讨哪一个仙 你能不能找出答案 找不到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探讨说 这个鸡跟这个蛋 它的生命的源头来自哪里 能不能 道德经就是在帮助我们 不管你是最初先有鸡或是先有蛋 生命的源头都来自于道的话语 所以你要了解道 才能够解开生命之谜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去了解 原来是天地父母是道 在化育万物 然后养育我们这些子女 这些前面第一章 已经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过 所以第四章前半 就是在继续在补充在叙述 让大家更清楚 第四章的后半 这里又衬托出另外一个主题 这个后半的经文跟解释 邀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 好 起 我实在观察不到是什么神主大 全化出的我观察到的十项事 好像在天地之前 道就已经存在了 这个问题 一般人很难很难解开 有的他不信宗教 排斥 但是偏偏那些 攸关生命很深的问题 他却是存在 孔子对这方面 他也没办法解开 因为攸关于来生来世方面的 攸关于行而上学方面的 这方面 孔子就谈论的很少 谈论的很少 一样会有谈论 但是他这方面 他知道不是他的专场 所以别人问他 有关于死后的问题 我有关于生命怎么来 这方面的问题 孔子他知道 这方面他还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他就回答 为之生 焉之死 希望大家好好的 把生命经营好 把人做好 有关于行而上学方面的 比较悬的 比较深的那一部分 孔子的态度 他对于所谓的 有关于鬼神这方面 孔子是怎么样的态度 敬鬼神而远之 孔子的态度是 对于有关于行而上方面的 他是敬鬼神而远之 这方面这样一句话 没办法解开众生内心的 很深层的迷惑困惑 所以民间信仰还是一样 继续存在 有关于什么天宫 老天爷 天地 上帝 这些民间的信仰 还是一样存在 因为一般人 你对这个生命 生死大事 你不了解的话 你的内心就是还是一样 会苦闷 会不安 而这方面的问题 孔子看得很清晰 看得很透彻 孔子也看到 民间信仰的这个天地 它的定位是什么 孔子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在道德经这里就有提到 我观察到的实相是 好像在天地之前 道就已经存在了 这个太奥妙 太深了 一般宗教都还很难 很难突破 很难解开的谜 老子竟然把这个问题 他都看到了 好 我们现在来 透过一般人所理解的 来了解一下 民间信仰有提到 有玉皇大帝 或是有的在拜天宫 拜老天爷 有的人理解的是 无形无相的存在 有的人他理解的是 有形有相的 好 有的人对有形有相的 比较容易理解 民间信仰有所谓的 玉皇大帝 道德经里面所讲的 像地之先 这个地就是天地 有的把它称为玉皇大帝 这是属于民间信仰 我们不去做民信 但也希望大家客观的来探讨 不要一提到这方面就认为 那个是宗教的 那个是民信的 你不去了解 你就永远对他就不了解 你不去接触 不去了解 你一个是排斥 第二个 你不是从排斥 不然你就是走入迷信 你没办法正确了解 所以我希望大家 要有开放的胸襟 客观的来了解 我们不鼓励迷信 也不要迷信 但我们要客观的来了解 包括这方面 希望大家客观的来探讨 民间信仰的上帝 玉皇大帝到底是什么 我们正确的来认清 民间信仰的玉皇大帝 有的就把它画出的像是这样 前面这个是以前雕出来的像 同样都是民间信仰所谓的玉皇大帝 有的就雕出这样的像出来 让大家有一个形象 然后比较容易了解 事实上 真正的玉皇大帝 也未必长得是这样 也未必长长头部都要戴那顶帽子 希望大家比较客观的来了解 民间信仰的玉皇大帝是什么 因为有的人认为 那就是最高的 至高的 有的人认为 那就是万物之源 源头 事实上我们客观的了解 有形有相的这种玉皇大帝 不管它存在或不存在 只要是有形有相的生命体 老子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都是道之子 这一点就是老子要告诉我们的 只要它是有形有相的生命体 包括无形的生命体 因为生命体有有形有相的 也有无形无相的生命体 不管是有形有相或是无形无相 只要它是一个 一个特别或是可以单独 划分出来的这个生命体 要知道 所有的生命体 都是从道演化出来 比如说这个玉皇大帝 你认为它是最高 但实相上它不是最高 因为万有不是它所在创造 它一样 它有它的管辖 有它的能力 但它的生命呢 通通都是来自于道的话语 这是老子很清楚地看到 因为你玉皇大帝 我清楚看到 然后你背后 你的生命支撑你这个玉皇大帝存在的 不是你本身 你就能够存在 不是你本身靠你自己 你就能够存活 你的生命 你的能力 一样全部都是 道 在支撑 在养育 这就是第四章 这里要告诉我们的 无不知谁之子 老子观察到了 道就是所有的总源头 包括天地 都是道 所化育 道之子 不止天地是这样 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 孔子 是不是道之子 是不是 孔子一样 是道之子 是道之子 对 孔子有他的父母亲 但是支撑你生命存在的 都是道 道在支撑我们生命的存在 也在养育我们生命 所以孔子一样是道之子 老子 是不是 老子 他更是清楚地认清 他的生命就是道的化育 这就是道的奥妙 所有生命的总源头 最终都会回归到道 都是从道演化出来 而这个道 它本体方面 它是无形无相 但它并不是不存在 所以它是道充 而用之祸不饮 冤兮是万物之中 所有的总源头 包括耶稣 都在告诉众生 我们生命的源头来自哪里 他的生命的源头来自哪里 名称不一样而已 本质都一样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你就会变成一种信仰 如果你了解的话 这本来就是生命实相 这完全是科学的 只是我们人类 有没有理解到位而已 同样的 耶稣也是在告诉众生 他的生命是怎么来的 所有众生的生命是怎么来的 名称不一样而已 本质都一样 所以希望大家超越信仰的层次 来了解实相 我们在座的所有兄弟姐妹们 你们的生命 从哪里来 都是从道演化出来 不管你信不信 不因为你不信就不存在 不因为你否定就不存在 就好像有的人他否定 我不信那一套 这样的话你表示说 我不需要太阳 我生命就可以活着 你不需要太阳的能量 你生命能够存活吗 不能的 所以不因为我们不信 不因为你否定 真理实相就被否定掉 就不存在 还是存在 重点不是你信不信 或是承不承认的问题 而是它实相就存在 是我们有没有正确认清出来的问题 这是什么 知道吗 代鼠 代鼠 是不是道之子 对啊 代鼠一样 都是天地化育出来的 奥妙的一个众生 所以你要从空无的道 能够演化出 哇 深罗万象的万有 你去观察 从道 从空无里面去观察 宇宙的奥妙 道的奥妙 你越深入去观察 你才会沉浮 我们那个自我 我们那个我慢 才会 心甘情愿地消融 那不是否定生命 而是你才会把 错的观念之间 校正过来 所以要了解 代鼠也是道之子 请你凭着良心说 你是不是道之子 是 他就在告诉我们 请你凭着良心说 不要逞强 不要傲慢 请你客观地来 凭着良心说 我们是不是道之子 请你凭着良心说 我这个松鼠是不是道之子 是 你看啊 一样啊 他就摸着良心 然后要我拍下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去看到 道 空无 这是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不是一般人所看到的这样 不是一般科学家所看到的 然后就下论断 就这样 不是这样而已 也不是爱因斯坦所观察到的 这样的极限 这样的范围 不是这样而已 很奥妙 很深 很玄 希望我们用开放的心 敞开的心 来虚心的学习 很多人错觉空啊 认为 那个空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啊 真的那都是对真理实相的错觉啊 空就是老子所讲的宇宙的本体 空无 它是很奥妙的 空无里面 它能够生妙有 生万物啊 演化万物啊 请大家 客观的来认清 这一页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 好 起 道 洪湖 万遇万有 包含一切 万川一切 一切万有 道洪湖在支撑 第四章要告诉我们的 道 就是一切万有的 总源头 无名天地之死 一样 都是在告诉我们 空无的奥妙 能够演化一切万有 如果没有道的话域 没有空无的话域 人类的一切文明都不存在 来 大家好好提会这一点 如果没有道的话域 没有空无的支撑 人类一切文明都不存在 如果没有道的话域 没有空无的支撑养育 一切众生 一切生命都不存在 这个很深 希望大家进一步好好深入去参悟 第四章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现在继续来看 《道德经庙节》第五章 第五章前面的第一段话 被很多人很多人误解 很多在沿洗《道德经》的人 有的是觉得没办法读懂它 有的是觉得原来是这样 结果误解了也不知道 这一章的含义很深 好我们现在开始来探讨 来 从经文开始 第五章 起 第五章 平等大爱无天思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出口 天地之间 其有佛业乎 去而不去 须而不去 须而离出 多言殊穷 不如手中 第五章 白话解释 天地父母无所天爱 无所天心 以平等心 以平等心对待所有的人类 动物 植物 万物 连用草杂成的头也平等对待 因为一切万物 都是天地父母所谓 因为一切万物都是天地父母所谓 一 二 三 八 这里当我在写白话解释的时候 因为我深深感受到这一章被误解得很严重 一般人学习道德经就认为 道德经里面讲到天地不仁 天地冷酷无情 把我们都当作跟那个草杂成的狗一样对待 所以天地没有爱心 冷酷无情 事实上是完全错觉 完全错觉 因为对不仁两个字 一般人真的你从文字表面上去理解 你没办法体会到他所谓的不仁两个字是什么 在这一页的幻灯片下面这里我就有补充说明 不仁它是指没有私心 没有偏爱 完全平等对待 完全平等对待 因为人类的语言 文字有相当的局限性 所以那些了解真理实相的人 他们只能够尽量用人类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代号 讲出来 但它里面含义是很深的 一般人不了解情况 用人类有限的理解力 从文字上面去解读 所以你就会认为 哦 那个不仁就是这样 你理解的不仁跟老子所讲的不仁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要了解为什么老子这里讲不仁 《道德经》后面一章讲到 《失去道而后》 《得》 《失去德而后》 《人》 《失去人而后》 《义》 《失去义而后》 《理》 所以老子把宇宙众生的心灵品质 看得很清楚 老子就清楚地归纳出来 宇宙众生的心灵品质 分成好几等 最高等的心灵品质是 维护保存在道的心灵状态 老子是希望我们 你要提升到道的心灵品质 如果失去了这一层 才退失到德的层次 如果退失了道跟德层次 才来到所谓人的层次 而这个人的层次 跟道的层次 是有很大不一样的 比如说慈悲大爱 道的层次 那种慈悲大爱 它是由中由内 自然而发流露出来 它是自然的慈悲大爱善待 那这个人的层次 它是经过有违法的勋修 别人跟我们讲 我们要做个有人有义的人 怎么样才叫做有人有义 我们要怎么样去宽恕别人 我们要做个有修养的人 所以人的层次 它所做出来的慈悲爱 它是从人类的这个人 从人类透过修养修行 然后培养出来的人爱 这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慈悲人爱 那老子所讲的道 他从道流露出来的 这是先天自然流露出来的慈悲大爱 这两者不一样 大家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两者是不一样 所以老子才讲 失去道才来到得的层次 失去得才来到人的层次 失去人才来到义的层次 这个以后我们还会再讲 这里讲的不仁 意思就是说天地大自然 它流露出来那种慈悲大爱 不是在人的这个层次 是在道的层次 那个不需要有造作 因为人的这个层次 它还是有人我向的对立 还是有人我向 也就是人的层次 是在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 做一个有修养的人 然后去对待别人 如果你没有怎么样做 你就会成为所谓的小人 那是在人的层次 它是在有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 运作成为有修养的人 而道的层次 它是超越二元对立的 没有二元对立 它是自然流露出的慈悲大爱 所以一切众生都怎么样 都平等 都平等 没有二元对立 所有众生都平等 所以大家要去理解到 原来第五章 所讲的那个不仁 那个意境是很高的 天地 它都是维持在道的特征特性 维持那种最高的 纯净的心灵状态 我在讲个比喻 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你们如果有到完全没有被污染 没有被工业 农业 没有被各种污染的一个清静 安静的山区 你们到这些山区 你会感觉到空气怎么样 很新鲜 那从那个山中流露出来的水 怎么样 很清澈 很甘甜 来 大家好 体会 大自然道本身给我们的是 最清净的空气 最干净的水 里面都充满生命力 当人类把空气污染了之后 我们再去用一些所谓的空气净化器 再净化 你净化出来的空气 跟大自然原先最清净的空气 会不会相同 不会相同 大自然给我们的是 纯净清净的甘露水 人类把它污染之后 然后再去经过污水处理 我们再去消毒 然后同样用出 所谓的清净的水 人类去净化之后 用出来的清净的水 跟大自然本身的山泉水 没有污染的清净的山泉水 会不会相同 不一样 不一样 道所呈现出来的清净 就是大自然最初的 清净的空气 清净的水 道流露出来的心灵 就是最清净的心灵 好好去体会 当人的心灵受污染了 就像受污染的空气 受污染的水 然后再去透过 有违法的去修养修炼 修出来的 所谓的人 修出来的道德 就像人类净化出来之后的水 跟大自然的品质 有没有相同 已经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大自然给我们的山泉水 里面是充满活力 充满生命力 是有机的泉源 有机的干净的水 人类经过去净化 然后再经过各种处理 包括蒸馏出来之后的水 那个已经是没什么生命力了 就像成为 从有机的水 变成为无机的水了 你同样在喝水 但是那个品质不一样了 所以这就是老子 他看得很清楚 他希望我们 恢复到道的 最纯净的心灵状态 这是人生命最神圣的状态 所以在第五章里面 就跟我讲 天地不仁 不是在讲仁讲义的层次 而是天地 它本身就是处在道 最清净最神圣的状态 那是一种 万物都是神圣 万物都是平等 这样了解吗 你这样你才会体会到 原来第五章所讲的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除狗 你才会真正理解到里面 原来这是真正的平等 我们现在来看 错觉的人 他就认为 大自然 他是没有慈悲心 没有爱心 把我们当作跟那个 吵渣的狗一样对待 我们来看看 这是吵作的各种 形形象象的一些人物 吵渣的狗 我这里是没有那个狗的形状 但是其他可以吧 一样可以替代 吵渣成的人 吵渣成的狗 请问 阳光 有没有平等对待 这些吵渣成的人跟狗 有没有 你实际活的人 站在这里 阳光 平等对待 土地 有没有平等对待 草渣的牛跟动物 有没有 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 天地父母 是平等对待 人 动物 平等对待这些 吵渣成的 牛 狗 人 马 你看 这里有人 有母女在那里拍 后面有 吵渣成的牛 牛车 还有人 你要知道 你以为后面 它没有作用 那些吵渣成的形象 它们有没有在发挥它们的作用 一样 它存在 有它存在的价值 为什么 游客来 它们不是在拍你这对母女 是要拍背后的 那个吵渣成的牛 还有牛车 还有后面的人 所以你要知道 当它形成了一些形象 一样 它们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 而天地 都是平等的对待它们 也平等的对待人 土地 平等的支撑 阳光 也平等的普照 这个叫做 天地不仁 再来呢 以万物为除狗 万物跟那些草渣成的牛 马 狗 完全都是平等的 一个是本质材料 来源 都是来自于道 当你呈现出 虽然表象有不一样 但是呢 天地都平等对待 所以大家要正确的理解 什么叫做天地父母 没有私心 但并不是没有爱心 这样了解吗 这个很重要 这对妇女 在下面 然后跟那些草渣成的西游记里面的人物 别人是来看那些草渣成的人物 而不是看这一对妇女 我要拍的不是拍这个人 主要是要拍这个草渣成的道具 草渣成的这个形象 让大家可以体会 天地父母都在平等对待 人在旁边一样 大家好好去体会 这就是真正的平等观 平等心 前面我们有讲到超越二元对立 要来到真正的平等 让大家有没有对那种 什么叫做真正的平等 有更深的体会 有没有 好 我们再看看 这是几个月前 在江西那边 我们也有个生态村 因为我们不用荣耀 不用化肥 不用撒草剂 都是天然自然的 所以那些鸟都很喜欢来吃 但是如果他们吃太多的话 那我们手剩的就比较少 反正部分让他们吃 然后还是要稍微做一些处理 但是我们请这些稻草人 来帮忙工作 这是稻草人 你们有看过吗 跟草渣成的狗一样 外表形状不一样而已 我们现在要让大家了解的就是 草渣成的狗 有它的功效 有它的作用 这个草渣成的人像 一样 它有没有在工作 有在工作 不信 你去实验看看 你用自然农法去做 如果你种的一些五谷 如果你有放一些稻草人 在那边跟没有 那你去看看 它会形成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这些稻草人 一样啊 他在工作 而且他管理的范围 蛮大的啊 蛮大的啊 一样啊 旁边有其他的人 他们都在发挥他们的生命作用 而天地父母 都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 所以旁边这个人 看着他在笑 我就跟他讲 不然换你来赞嘛 换你来赶嘛 所以要知道 他们一样在发挥 他们的作用 还有 你看哦 这个稻草人 我问我们学员 你们为什么要把它做成这样 跟一般的不一样 那个学员怎么讲呢 他说 如果我们做成跟一般一样 那些鸟 它们很聪明 它们来几次 看几次之后 觉得你这个不动 这个没什么变化 他们就觉得 这是假的 他们就知道这是假的 然后他们就会 下去吃 那你花样比较多 把它做得比较乖一点 奇异一点 变化多 那些鸟 它们就 哦 这好像真的人 在这里赶 所以同样的 万物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我们要用平等心来看 平等心来尊重 包括一朵花 一棵草 一棵大树 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这一页 请大家一起在朗诵一遍 起 天地之间 游如风向 风向中间 风向中间 风风无物 但一普通 推拉 风向就能生风 其作用 看似通勋 却是令常无穷的能量 一推动 就能产生各种功用 创造万物 多言 叙述太多抽象 观念之间 反而容易 遗到越远 不如守住 清净本心 用古代任何成见的 清净心灵 来看 来提供 好 非常好 什么是风向 没有看过的请举手 哦 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 这个不是你们的问题 是我们大人 没有让你们认清到的问题 我们要跟你们道歉 这个就是风向 它用木板 或是用其他的材料 做成一个箱 里面是中空的 那里面有可以一个推拉的叶子 你看 这个汤再试饭给你看 你这样一推拉 它旁边 另外这一边 它就有一个出风口 出风口 所以就会有一股风 跑出来 这样一股风跑出来 要知道 它就能够起很多的作用 就能够起很多的作用 你如果到乡下 或是到外婆家 到奶奶的家 如果它是比较旧的 你就可以看到 以前就是用风箱 来帮忙推拉 吹风生火 如果有时候火太小了 然后再推拉一下 或是有时候 你添加一些材料进去 一开始不容易燃烧 这时候风箱再推拉 多吹一些缝进去 然后让它可以燃烧起来 所以风箱 你看 它里面是中空的 但是当它在动 推拉的时候 它就能够产生 很多的工作作用出来 有的人会认为 它里面有空气 并不是真正的 纯净的空 就像一些科学家 如果他们要挑剔的话 这里面有空气 并不是真正纯净的空 对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 同样的 科学界你认为 那个绝对空无的空间 里面 有没有能量 有 有道的存在 有能量的存在 有暗物质的存在 所以 宇宙为什么太阳系要动 为什么地球要转 当它在转 在动 那个都是跟宇宙能量在交换 宇宙能量又能够继续 不断的补充 所以就能够继续演化万物 当有在动 它就会具有创造力 如果有一天地球不转 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动物会怎么样 全部都死掉 全部都死掉 所以 一定要有动 动态 在推动 而这个推动呢 它是推动 到里面的能源 不管它用什么形象存在 就是让这些能源 可以来起作用 起作用 当它起作用之后 这个 从空无 还有配合风的推送 之后 到了运作之后 会产生怎么样 就生化出 这么多的众生出来 还有演化出 这么多的 包括建材 物资 材料 你我他 就这样出来 所以大家要好好去体会 道德经是很奥妙 道是很奥妙的 能够生化一切万有 希望大家好好去体悟 去参入 真的 你会不断地开启高等的智慧 你会打开视野 你会体悟得更深 原来大自然这么的奥妙 你体悟越深 用心灵去体悟 你体悟越深 你就得到更多的人生 无尽的保障 真正的保障 你就能够逐渐地开启 好 祝福大家 OK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